众所周知 后宫动漫是广大绅士的最爱 但今天我要讲的这部动漫 姓常老师的连幽妻子 绝对是超出各位绅士的预料 他妙就妙在 他开车从不超数 男主知田信勇是日本战国著名武将 知田信常的后代 他跟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 祖先妻妾成群 可信勇却整整单身28年 老父亲已经50岁了 他也开始着急 眼看香火就要断了 于是在一天晚上就对信勇一顿说教 信勇是一个喜欢咖喱game的老师 虽然他在游戏中攻略了万千少女 但是他现实却是一个老好人 不知道如何讨好女生 一直以至于只能梦想 像游戏中那样美少女云集的后宫场面 可这个梦想却在一天夜晚收拾仓库的时候实现了 因为信勇不小心打碎了一个陶瓷 当那手触碰到碎片后 直接他突然发出金光 然后飞到了半空 一个穿着和服的罗里美少女就这样凭空出现 妹妹在旁边看的是一脸懵逼 但信勇却特别兴奋 这不就是漫画和游戏中常出现的天降少女吗 按照正常套路 这必定是自己的老婆 可老父亲看到少女后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这少女一看就还没有成年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儿子 为了找老婆走上了不归路 也幸好当时这个过程有妹妹看到 不然信勇解释 天降少女又有谁会信呢 毕竟三次元可没有天降少女 学习再好也遇不到五胞胎 被车撞了更不会穿越到异时界 就在信勇满怀期待自己就是后宫男主时 少女的自我介绍让她吓了一跳 因为少女来历经了战国时代的宅同龟爹 她可是之前信长的正妻 按悲分来说 眼前这个少女可是信勇的老祖宗 但是穿越的时候是正好准备嫁给信长的状态 所以她只知道自己要嫁给信长 并不知道信长长什么样子 而信勇的日语发音又跟信长一模一样 于是龟爹并误认为信勇就是自己的丈夫 然后立刻脱掉外衣 就要跟信勇生猴子 这让信勇吓得不轻 因为龟爹的年龄才14 按照法律来说 这是在犯罪啊 可在战国时代 14岁的少女就到了出家联机 没有办法 信勇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要现在的龟爹到自己公寓组下 让他好好了解一下未来世界 和孤男狗女共处一室 龟爹想到的却还是神猴子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 他最大的人物就是怀上信长的孩子 眼看信勇不断拒绝 他更是使出了古代的色优术 但不是你所想的阿威18世 就是单纯的脱掉衣服 就像太平间的躺尸一样 本来还信任一马的信勇 瞬间被这落后的色优术给搞没了兴趣 于是亲自教学 结果让龟爹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战国时代 哪能见到这么刺激的玩意 之后为了让龟爹体现未来世界的生活 信勇带着龟爹来到自己的学校上课 可是以前信勇并没有告诉龟爹 学校是干嘛的 导致龟爹来到教室自我介绍时 发现班里女生好多啊 于是便把他们当成了 是来竞争信长正宫的位置 所以龟爹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说自己才是信勇的正宫 他不介意信勇三公六妾 但一定要记住正宫是谁 所有人都惊了 登下课后 两个女孩就来找龟爹的麻烦 原来其中一个女孩万杰喜欢信勇 他曾开玩笑说 等他18岁 如果信勇还单身 就嫁给他 龟爹的出现让他感到了危机 龟爹小男便替万杰出头 而龟爹也不甘失落 最后小男提出公平竞争 谁先攻略信勇 谁就是正宫 龟爹不甘失落 可在这场较量上 他败了 他的脂肪没有万杰多 信勇哪里见过这场面 着急地想到万杰穿上衣服 却不小心碰到他的欧派 好巧不巧的是 女老师尤里在这时候来找信勇 正好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 则是信勇大脑进行高速运算 他甚至在想 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毁了 倒不如把尤里也给推了 可在大脑幻想一遍后 他的雅萨西还是让他选择解释 但没有人相信龟爹是穿越来的 这时龟爹便说 只要回到他家就可以证明 但时过境迁 除了山形没有改变 一切都变了 他不得不相信 自己真的不在原来那个世界了 一时间 龟爹感到很落寞 但信勇却鼓励他 说自己是他唯一的伙伴 就这样 龟爹算是彻底被信勇攻略了 可信勇就无法证实 龟爹是穿越过来 直到信勇在众人面前 拿起一个盘子时 熟悉的光芒又一次出现 盘子能就是飞到空中 最后再次出现一个美少女 而这个女孩的身世 竟是信长的测试 生居吉乃 这个女人可不得了 据说是能跟龟爹争夺正宫之位 而且吉乃是带着生前记忆转世 她在死去后 才来到这个未来世界 但跟龟爹一样 在见到信勇后 她也马上就要跟信勇生猴子 并且吉乃还说出一个秘心 信勇似乎真的是信长的转世 因为吉乃可以看到 她所熟悉的人的灵魂 不过这次重生 是以少女模样出现 所以即便体内灵魂是29岁 可她依旧不能跟信勇做大郎的事 但是她有着龟爹 她懂男人 两个小屁孩拿什么跟她斗 之后吉乃来到信勇的公寓主下 她倒是很能接受未来的事物 信勇思考了很久 不知道吉乃跟龟爹到底是为何出现 直到妹妹来到家里后 得知吉乃出现的过程后 便猜测信勇只要触碰跟信长有关的东西 可能就会召唤少女 这个猜测很棒 但还不全对 因为真正的情况是 只要跟信长有关的都会召唤少女 也就是说 信勇默人都能给你召唤出少女的灵魂附体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万杰竟然是信长测试阿郭的后代 所以阿郭的灵魂便集聚在了万杰的身上 只要信勇摸过她 就会短时间出现 每次见到信勇 就会主动脱掉衣服 而这个情况在信勇告知大家后 最担心的人竟然是女老师尤丽 因为他这不久前 就被信勇拉过手 并且 自己确实听到了一个人 在呼唤自己 为了确认此事 他决定约信勇出去 而信勇也为了以防外衣 给自己戴上了手套 结果尤丽确实被覆深了 是吉乃的奶娘 也算是跟信长有关系 而他依旧是见到信勇 就开始主动的恢复 整整28年单身的信勇 再短短几天 接二连三的被妹子 罗兹主动的现身 信勇也终究沦陷了 但由于两年的思绘 被规蝶和吉乃跟踪 所以最终也没做什么事 不过等尤丽意识恢复后 他接受不了自己的身体 被信勇触碰 而开始大哭大闹 更是对信勇开始抱怨 他算是剧中唯一一个 真正意义上 抗拒信勇的女生 而只要那个意识不消散 他本能上就会想要解除信勇 身体逐渐变得很奇怪 而故事的发展 似乎观众也都看明白了 摸一下就会有一个女的出现 然后无限白给 这样总会审美疲劳 不是吗 而编剧就老懂了 在观众逐渐要视觉疲劳时 来给你一个劲宝的 因为万劫闺蜜有一个弟弟 信用手键却摸了这个弟弟的脸 他单纯地认为摸男的肯定没事 但殊不知 这差点出了大问题 因为这个弟弟有女装的癖好 并且是那种极品女装 而信用的组上 竟跟男人也有过关系 那个男人叫思南丸 便是附身在闺蜜弟弟身上的 他也是见到了信用 就主动脱移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想要攻击信用 做梦都想要跟信用结婚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信用也在这时候发现了 如何让这些穿越者回去的办法 因为他发现这些穿越者 都带着墓地来找自己 也就是说完成他们的夙愿 或许就能让他们离开 信用一伙人决定找一个实验对象 所有人都把目标 放在了万杰身上的阿郭 这个人的夙愿 只是想要看到 森丸湾跟信用结合的一刻 而有理也想让信用体验 被不喜欢的人接触 到底是种什么体验 就要他无法拒绝时 信用阿郭没有非得看到最后一刻 只是看到森丸湾跟信用亲密接触 就很满足了 他的灵魂被满足后 竟真的离开了万杰的身体 而其他女生的夙愿是什么 这就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调查 最后该翻只有让阿郭离开 其他迪运还在未来 跟信用逆逆歪歪 故事最后留了一个彩蛋 鬼迪的50刀被信用触碰过后 竟又出现了一个白发 不知性别的人物 毕竟自从森丸湾出现 他就打破了我对后宫的看法 原来并不都是女的 尺度挺大 但又好像啥也没看 不得不服这编剧是真的会玩 而且加入了日本著名的人物信长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就这设定 怕是也就日本敢拍了 最后我想问各位 如果你身边出现一群美女 或者美男子 你究竟能否把持得住呢 我认为不用单身28年 哪怕是海王都很难搞哦